哈马斯狙击手偷袭以色列大兵 尾巴冲突超过一个月 双方地面激战越发猛烈 以军空袭力道也丝毫未减 更释出一段最新影像 轰炸武装组织兵工厂 瞬间火光浓烟冲天 景象惊人 未铲除哈马斯 以色列军方不排除再往南推进 不过越是靠近哈马斯核心据点 换消息接踵而至 年近19岁的以色列国防军下士 遗体被找到 就在西法医院附近 包括前一天在同一区域 找到的65岁人质 还有德国女刺青师 至今已经有三名人质 不幸罹难 家属身内聚下 换不回逝去亲人 西法医院附近 频频发现人质踪影 成为已军目前投号目标 但哈马斯却反驳 只是出于人道 但受伤人质就医 以巴各说各话 但光靠几支影片 以色列军方说辞 恐怕也难以令外界幸福 抢救人职该如何进攻 或该不该全面进攻西法 成为纳坦雅湖政府 烫手生育 TVBS新闻回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